艺人郭彥均今天和低调交往十年的女朋友完成了终身大事 两人是透过朋友介绍才认识的 而今天洗开了45桌 包括了蓝心梅 小甜甜和曾国成等圈内好友都是座上嘉宾 穿着帅气的西装现身 和美娇娘站在一起 让现场美光灯闪个不停 双胞胎团体Tomorrow的哥哥郭彥均 赵云罕爱情长跑十年的女朋友 洗手不如礼堂 到现场还不紧张 看到这么多人就很紧张了 希望可以赶快去欧洲蜜月旅行 蜜月旅行回来之后 就一定会赶快生小孩了 没看到折头 没看到折头 没看到折头就算啦 面对镜头露出娇羞的微笑 郭彥均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太太 没想到这两人一交往就是十年 而且不曾被媒体拍到 原来是因为太太是圈外人 非常害怕登上媒体版面 因为她很怕 很怕媒体朋友 就是为什么我会 十年来都没有人发现就是 她很怕媒体朋友拍到她 席开四十五桌 还邀请演艺圈好友一起分享喜讯 曾经穿过绯闻的蓝星梅 小甜甜和小钟等等 都会是座商嘉宾 郭彥均的好人员也让她已经有心理准备 晚上肯定会被闹洞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